今天呢 傍晚 大家都看到 两道彩虹 横在西空之中 刚才《生活不悦障》 在宣传 《如梦如幻》这本书 也是讲到彩虹 《彩虹山庄》 又讲到彩虹 一道彩虹 刚刚呢 刚好 今天也是这个 《金刚经》 最后一品 三色二品 要结束 但是《金刚经》 其实他讲的 就是 如梦如幻 最后的 这个记 也是如梦如幻 刚刚啊 这都是相应 那刚刚呢 这个要是 这个《利光如来》的皱 心皱 比较长一点 那 我个人呢 坐在法座上 稍微眼睛一闭 这个梦甜甜 睡香香 真的是如梦如幻 连我自己都相应 连我自己都相应了 平时 我安静下来眼睛一闭 还可以做得很直 今天彩虹是弯的嘛 彩虹是弯的啊 没办法 也跟着身体也弯了一点 相应 也是睡甜甜 梦香香 这是我们 世间的人 最想要的 对不对 我们就是 沙泊世界的人 晚上能够睡甜甜 梦香香 是多么的幸福 但是幸福的时光 实在是很短暂 虽然这个药师如来的心咒 比较长 但事实上也是一上啊 之间啊 就从梦香里面 就醒过来 我一听到诗语讲 请师尊做总回向 那时候我绝对会醒过来 幸好还记得 今天修的是 东方流离世界 药师流离光如来 你看这个相应多棒啊 对不对 如梦如欢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没有打瞌睡的 都是没有相应的 打瞌睡的就是相应的 又有彩虹 又有彩虹山庄 好 今天的金刚经 又是 第三十二品 圆满的 圆满的如梦如幻 你看我们坐在法座上就是这样子 坐法座 哇 难得 难得坐在这么宽的椅子上 所以我建议 在这么宽的椅子上 常常讲 给师尊 一条薄的棉被 还给我一个枕头 还给我一个枕头 让你们修法 使尊也修法 我不是没有修法 我是在梦中修 我是在梦中修 我在梦中修 在梦中修 中修 是